Hello,大家好,我是Debra 欢迎大家收看或是收听我的频道 今天呢比较特别的是 今天我拍的是影片 那看得到画面的各位呢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桌上这么多的相机 那我在上一集 在讲11月份的星象的时候 好像有提醒大家 11月份November 就是Declutter your life 整理你的人生 所以呢在讲完那一集podcast 没多久以后 我就突然觉得 我应该来把我自己的房间来整理一下 结果呢就从衣柜 书柜 我的金油柜 很多柜子全部全部把它翻出来 然后一个个整理好 过期的旧的不用的拿出去丢掉 然后收了这么多这些东西 然后呢就发现我的人生有一个很神奇的轨迹 就是照相机 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为什么要拍影片呢 我也想记录我 就是这些年来 留下来 还没有丢掉的 我发现相机 等于影像 对我来讲是很珍贵的 好 那这边呢 大家看到这个 Sony的这个呢 是我的人生第一台数位照相机 然后还那时候还托人去日本的秋夜园买回来 好 然后这个左 最下面的黑色的 比较新的 2011几年买的 Sony的 那这两台应该冲上电视还都可以用 上一次我 打开还是可以开的哦 所以我觉得蛮神奇的 那左上角这一台呢 比较特别 是一位 老人家 送给我 他知道我有在修 之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有修黑白摄影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y 就是用我右下角的这一台 Canon的机械相机 这一台 这一台很特别 是我叔叔留下来给我的 所以这台相机要留下来 Within the family 要留在家族里面 OK 然后这边这一台呢 Nikon的这个 比较旧的model的这一台呢 我以前用我美国公司的股票 卖掉 又去买了 做纪念这样 所以呢 当我搜出来这些 很特别的 这些相机的时候 我发现 我就是一个 喜欢用影像记录人生的人 那我以前在 美国念书的时候呢 去修了一个 黑白摄影 这是我自己拍的 洗的 这是在 China Town 然后去拍作业的时候 然后拍的 然后照片 自己洗的哦 然后 我在美国 或是加拿大的时候 去到不同的城市 我都会很喜欢去 我都会很喜欢去China Town 因为我觉得那就是 China Town 在不同的文化 在不同的城市 它有一些不同的体现 那当然是因为那边的食物 吃的是最习惯的 所以我很喜欢去China Town 所以当我在 要拍作业的时候呢 我唯一想到 我就是要去China Town 拍作业 那时候很辛苦哦 背着相机很重 然后要走一天 然后你在 就叫 Street Photography 街头摄影 然后在上面拍 走路 然后看在路上 觉得有什么 值得留下来的 然后你就拍 这样 那这一个呢 我是把它当成 我自己 现在的一个 某个folder的 封面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好的memory 那当我以前 在修课的时候呢 嗯 我很喜欢 摄影课 你要问我为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 可是呢 在几年以后 我自己自创了一个 精油品牌 那时候学习的 所有photography的 一些知识 实用 我就拿来自己 拍我自己的 商业摄影 那有机会 我会把我的 嗯 拍的 也放上去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 那我到时候 也会把连结 放给 嗯 大家看 那我 因为我对 Aromatherapy 也很有兴趣 之前自创品牌 那当然我 回台湾之后 我上了 商业摄影 我还上了 人像摄影 因为我觉得 投资自己 是最划算的 如果要付钱给别人拍 我宁愿付钱给我自己付学费 然后我自己学着拍 好 好 那 我要讲的是 当初我在上摄影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嗯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然后 我上这个要干嘛 因为很明显的 当个Photographer 在那时候 也不见得可以养活自己 可是我就是 一股脑的热情 很想要投入 学习这方面 好 后来呢 也没想过 那时候没想到会自创品牌 所以我想在这边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有心里很想要去做的事 会让你灵魂开心 会让你身心开心的事 那就真的去做 好 然后呢 我在美国的时候呢 刚好有同学说 哦 我们这边的school district 然后 现在在找 artdocent 就是 艺术导览的志工 这样子 那时候呢 我觉得这好新鲜哦 反正 这information到我这 只要我的时间能够配合 我就去上课 好 就是要先 受训 他有一个 老师会教你 就是去各个小学 那时候我教的是大概 就是北加州某一个 很 很好的school district 的小学 三到五年级 那是会去不同的学校这样子 那 这是我那时候收到 就是他们给我的 thank you note 很可爱吧 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呢 我以为每个老师都会有 每个artdocent都会有 结果呢 后来他们说 没有 你是 那个secretary跟我说 你是 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 第一个收到那么多 thank you note的人 这样 我吓了一跳 可是 这些thank you note 后来给我 很大的勇气 让我 在 呃 决定教小朋友英文的时候 我觉得 给了我 超级多的勇气 因为我想 哎哟 小朋友是喜欢我的吧 呵呵 呵呵 然后 因为我那时候有这个机会呢 去不同的学校 我很喜欢在那里的 嗯 嗯 小学的 开心的 开心的 自由的 学习风气 我们家小狗突然叫起来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自己后来决定 呃 要 有自己的英文小教室的时候 我就想把我自己的教室做成我小时候没有的样子 就是小时候没有 可是我长大可以为我小时候的自己创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所以呢 我觉得超棒的 这就是我开始会 嗯 这些thank you note就是支持着我 开了一个英文小教室 然后呢 做了很多疗愈自己内在小孩 还有 嗯 对于小时候的我自己 没有的环境 我创造了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学习环境 给 长大后的我 创造了一个 很喜欢的环境给我的内在小孩 当然就是 还有另外就是我的学生们这样子 那也很神奇的是 在今年的大概二月底吧 某些事情发生 然后 可能也是我的内在小孩疗愈好了 所以也不需要再教小朋友了 所以现在没有再教小朋友 已经结束了这样 还有再教大人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我教英文的 人生什么时候会 会结束 所以呢 如果想要跟我学英文的人可以 把握机会 好 好 那今天呢 那在这边 除了用影像做记录以外呢 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 大家觉得 想要完成生命中 嗯 很 很想要做的事 那我觉得 现在是很好的时间 现在是很好的时间 好吗 那 呃 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次的整理 Declutter my life Declutter my room 然后才想到 诶 那我现在有这样子的 嗯 YouTube channel 我可以放上去很多我的 影像的创作 或是声音创作 什么的创作 其实 也是完成我自己 很想当 Photographer 的一个 梦想 嗯 好 那 如果大家对于 呃 就是 寻找自己 灵魂 开心的事 那可以听我的冥想 第110集 EP110 好吗 那 今天 借着这个机会呢 呃 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这些 日子以来 收集的 嗯 这些 我认为很棒的 相机 虽然有一些不能用了 可是我还是很 很珍惜 欢迎大家 到YouTube上 好吗 好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咯 那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见 拜拜